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8月2号星期三 世界有三大评级机构 就是标准普尔 惠域 还有穆迪 在这三大评级机构当中 现在有两个都已经下调了美国的信用评级 美国财长当然跟中国外长一样 表达强烈反对和坚决抵制 也是这样子 8月1号 世界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域 将美国长期外币债务评级 从AA下调至AA加 惠域自1994年发布美国信用评级以来 这是第一次对美国评级下调 历史上首次 惠域表示 拜登政府出现的预料之中的财政恶化 未来三年财政会持续恶化 总体政府债务负担较高 且会不断增加 没有收窄的迹象 惠普指出 由于信贷条件收紧 商业投资疲软和消费放缓等因素 美国经济会在今年的四季度 或者明年一季度陷入经济衰退 这是惠普说的 所以就是说要把它下调 我觉得理由是完全充分的 而且早应该就是说去下调它了 走到今天已经算是够怂的 目前三大平级机构中 仅有仅就还剩下目的 还对美国保持了AA的平级 主要是因为怂 胆子太小 胆子大的话早就下来了 标准普尔对美国的长期外币债务发行人评级 为AA加 是自2011年下调以来 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 从来就没 就再也没回来过 美国参长耶伦表示 强烈反对惠普评级公司的决定 说惠普下调美国评级之极 武断且过时 标准普尔曾经受到过强烈的打击和报复 所以惠裕也是真的 没办法 因为再不做的话 惠裕自己的信用也受到了严重的这种 你像穆迪现在还有人相信他吗 对不对 标普和惠裕都降级了 只有穆迪在那挺着 说白了不就是胆小吗 对不对 胆大早就早 人家的这个 标准普尔2011年就调了 你现在都2023年了 隔了12年之后 你这个惠裕才跟进 对吧 当然了 标准普尔为此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标准普尔在2011年摘除了美国的最高评级 2013年遭美国司法部起诉 说美国司法部起诉他在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评级中 涉嫌误导银行与信贷联盟 然后标准普尔就到美国法院去应诉 因为司法部起诉他 提交法院的文件中 标普称 美国司法部提起的诉讼 就是在报复标准普尔2011年 把美国摘除了AAA评级的决定 他要这是惩罚标准普尔 在美国宪法第一凶人案下 行使言论自由权的做法 当然其实不光是这一起起诉 还有其他的起诉 美国当时斯拉夫FBI对标普 真是下了重手 我记得当时还把标普的一个副总裁给抓了 是怎么着的 反正是一顿暴揍 让其他的平行机构 就是说吓破了胆 12年之后 他们才最终 你看12年都没有人再敢做这个事情 12年之后终于又回来了一个 那也是没有办法 被逼无奈 走到了这一步 真的是因为再不弄的话就不要脸了 现在目的就属于不要脸 裸奔在 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情况 拜登现在玩成现在这样子 真的就是 惠玉能够扛到现在才给他降级 也真是因为 就是说不想被告 不想跟美国司法部打脸为美雕的官司 不想副总裁被抓 不想被FBI调查 实际上就仅此而已 不然的话早就该 那个什么了 我们看看惠玉后面会怎么被美国司法部折腾 估计也得是一顿暴揍 主要这个暴揍不是为了打他 主要是给他 打他是给穆迪看的 让穆迪的挺住 最少不要让三大平行机构全部下调 我们看看 看看他会遭受怎样的狂风暴雨 这期想到这里 谢谢大家